好 老师 我们准备上课了 这样有没有比较有feel一点 哈哈哈哈 好玩吧 所以其实这个工具啊 好来 我现在把画面就恢复到标准的画面 来 这个工具呢我摆在简报的地页 因为刚好最近有在做这个 就是webbit模拟器的研习 那老师呢您回到简报的地页 简报的地页 您可以看到在这边 我有把我的教学文章跟我刚刚那个网址 您要找我刚刚那一个 网址就在后面这边 那前面的话是那个教学的文章 您只要点下去 点下去网址就会跑出来啦 有没有 好这是教学文章 然后后面这个就是他的网址 那您打开的时候呢 需要注册一个账号 好您可以直接用Google账号注册就好 这样比较简单 好那一进来之后呢 就会看到像这样的画面 那我是觉得这个还蛮好用的 因为我看一下 因为之前的话我们在那个疫情期间 有些人在买那个这个叫生卡 你看我有买 但是我是觉得比较麻烦吧 好再来就是说他的效果是固定的 那对老师来说你还要接线 好比较不是那么方便 那所以 我觉得说我们直接用这样软体来做 其实效果反而比较好 而且呢你看哦 这些内容 就是您想要什么样的关键字 你就自己打 想要播什么样的影片 就自己把网址贴进去就好了 那您讲话的过程 只要在讲的过程里面有包含到这个关键字 他就会播了 好他就会播了 比如说你看啊对老师要执行 就按右上角这里 有没有就可以执行 那不管您用平板或者是用那个电脑都可以 好所以呢老师你就放着 然后讲到关键字就会 就会有了 所以你看我先做一个给你看 像这样执行的时候 你可以先看看下面这边 他辨识出来文字在这里 播放音乐 你们算听不到声音但是没关系 停止播放 对不对 像我刚刚讲的 你这次答对了 答对了 那他就会播放一个答对的声音 那我也可以这样说 你这个动作好好笑 他就会有一个这个播放的声音就符合这里 这样您大概了解了 所以只要你讲的过程里面 你的关键字有包含这个就可以了 所以呢如果老师你想要改成自己的 你改好之后你只要做一件事情 在这个地方档案里面按一下分享 您就可以取责您自己专属的音效 这个声卡 你把它复制起来 下次就可以用这样打开了 你也不用做什么存档的动作 他就直接放在云端 所以您走到哪里就可以用到哪里咯 所以这个小工具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刚刚有老师有要问问题的吗 有没有 所以老师有空的话这个小工具 你在教室现场也可以用啊 对不对 你上课的时候就把它打开 然后呢 讲话的时候有关键字 该有的音效就会跑出来了 好 这样老师都没有问题咯 好 那我们就要继续 往下前进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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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